嘿嘿嘿 聊四季 天天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庫曼仁對上瑪麗仁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低圖 先來看一下出生點位大約 八點鐘方向的紅色玩家 是HOT 庫曼仁 庫曼仁的特色是他的 騎兵的移動速度 尤其是遊俠 是遊戲裡面跑的最快的文明 他的大落馬也是 庫曼仁他的前期的經濟 是可以在封建時代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可以封建時代就快速開農 但是問題是要怎麼守住 這個雙TC 這也是他的課題 那庫曼仁的馬功 雖然寶兵是青茶 散彈馬功 但是問題是沒有三級色 所以地獄時代青茶 往往會讓人覺得不是那麼的給力 那城堡時代青茶 壓制力 反而卻是非常足夠的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選擇的文明是瑪麗仁 那瑪麗仁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 這個騎兵路線 也是騎兵喔 因為他的駱駝的青騎兵呢 只要點一下金冠 這個標案精神 就可以獲得加5的傷害 總共獲得14點 14點傷害值非常可怕 那他的重裝騎士則是19點喔 那整體來說呢 瑪麗仁也是可以走騎兵路線的 那攻兵路線的話 是比較微妙的 微妙的地方是沒有三級色 但是有強弩喔 後期需要用到遠程部隊的時候 都會指出戰毛火槍 或者是飛到努力的手而已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吧 那地圖方面目前看起來 HERA這邊的文明的部分是瑪麗仁喔 所以金子的位置喔 又特別重要了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HERA這邊金子在兩個在前面 一個主金在後面 那還可以 但是墓區非常的尷尬 非常的薄 非常薄形的木區 所以呢 前期會比較難受一點 那HERA這個文明呢 他的木頭也會有一些減免喔 就是蓋房子的時候呢 這個木材會減免一些 所以呢這個金濟加神其實很不錯 而且他挖金速度又快 所以我覺得瑪麗仁 意思是我心目中T1中的文明喔 他的協調性很好 前面封建時代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到地龍時代 只靠肉馬 或是砸飛到女獵手火槍火炮推進喔 也是ok的喔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這邊 庫曼的地形喔 那現在看到黃金在後面 然後這裡有一塊黃金黃金 哇那這裡尷尬喔 這裡好像不能補城鎮中心 因為現在的META來說 如果庫曼要在封建時代 補上城鎮中心的話 通常會開在石頭旁邊喔 所以我們這邊要來看一下 HERA會不會開在這個地方 但是這裡應該是不能開啊 這個有個上坡在啊 然後這邊又凸出來 這裡TC沒有辦法很好敲下 要敲的話也只能敲這個位置的感覺 好那如果不敲石頭的話 敲這裡好像也可以考慮喔 直接用買的方式 把這個石頭買起來防守 那HERA這邊 封建時代上去 有偷支部嗎 沒有 HERA這邊是偷支部 鐵下的城鎮中心 OK 八人敲TC 那我記得 庫曼的封建時代上限最高人數喔 就是八人敲TC 可以達到速度最快的 這個建造速度喔 我沒記錯的話 因為他之前一直有在改那個人數喔 在庫曼這個 在決定版時候 他一直有在做更改這個建造速度的時間喔 我印象中最後的版本喔 是八個人蓋是最快的 如果職業選手都這樣做的話 十之八九 就是八個人喔 好 那瑪麗人現在是三肉馬 HERA看到你開TC 那我就要開始轉弓兵了嗎 弓兵有轉嗎 還沒有轉 自身選擇了補一些農田 那為什麼要轉弓兵呢 最主要是因為肉馬 誒 考驗弓兵在前面喔 我想說你還沒有轉那就危險喔 那轉肉馬的用意呢 是因為你只出肉馬的話 打庫曼這種 為自願點 然後又有TC防守的情況下 你很難騷擾到他的經濟的 一定要用弓兵喔 弓兵的話 影響力就會特別大了 好這裡有一波 HERA算是自己的失誤嗎 肉馬 殘血先收掉 兩隻聰明拉過來再打架 再圍一下 敲個房子 OK這裡是不是有個洞啊 好像有個洞喔 這個好像沒有圍好耶 這個高地喔 世紀立國的高地 總是會讓人很煩躁 沒事都會有個洞 溜在那裡 所以才會被人家戲稱 漏洞帝國 哇 結果這個殘血的肉馬 沒拿下 吐了 好 工兵出來 這邊為資源點的村民 這個肉馬還被卡死 有點虧 3匹馬 全送光 都被HOT的村民 殘暴反擊回去了 那封建時代開TC的優點喔 可以看到這邊村民所 已經遙遙領先了 39對30村 好 那這裡是決定 要來野外挖石頭 而不是用買的方式喔 好 那可以看到工兵的燒肉能力 就明顯比肉馬還要好 但是這個工兵怎麼是在設農田呢 尷尬囉 Hera 你的工兵在造反 沒在做事 好 後面的田來到了8片田 後面補了一個市集買賣 準備要來升級到城堡時代了 OK 那現在後面工兵也補下了一個 HOT這邊是打算出個毛病 稍微擋一下 那如果這邊是出毛病擋一下的話 防守效果雖然好 但是又會拖到自己上城堡時代的時間 所以呢 這邊一蓋毛病的話 待會生時代就要更久了 那Hera這裡也不跟你拖太久 我先上城 先上城打你一波 待會在前這個修道院跟工程器製造所 直接守CTC 或者是用衝車直接頂爛你這些房子 直接讓你的人口卡爆 好 這些都是馬力人 可以對庫曼人做出的一些反擊 也是庫曼人會比較害怕的事情 尤其是衝車 衝車這件事情 有時候會被大家低估 因為大家現在仿投車的方式 就是用瞭望塔多更一點 射就完事 但是衝車的話 如果裡面又載弓箭手 又躲到塔下面 除非你三根箭塔或兩個箭塔 才有可能守得住 如果就算你不守住的話 你就眼睜睜看著他拆你外面這些建築物 你也很痛 所以Hera這邊工程器製造所一定要秒拍 OK秒拍了 Hera這邊 弓箭手 二級射 弩兵升級上去 Hot這裡補了一個4級 也準備要來升級了 這邊 稍微稍微 有點小小段村 從天來到28片田 差不多 哇靠 這個手絲殘血村民 裡面這邊 殘血村民Buffet 好 城堡是來點下了 我點的時間還算蠻早的 點的是什麼 投石車 那應該是要來先守師城鎮中心的 而不是走 打外牆的策略 因為打外牆缺了一點時間喔 這裡再拿一隻沒機會 這裡兩根箭塔守得很好 好 投石車出來了 好 先守渡這裡 城堡是再移上去 沒有選擇開城鎮中心 Hot村民處62村打80村 哇 經濟差距有點大 好 投石車繼續給壓力 第二台出來了 然後這裡補了個馬丘 到底Hot能不能守不住這個投車公式呢 好 這裡 這裡 這裡要小心 被勾引走 好 沒有被射到 戰崗模式 這時候就可以考慮用一下了 但不用戰崗模式 很容易被對方的兵給吸引掉 好 這裡點下了一擊馬鎧 準備要轉騎兵了 Hot村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轉出了工兵鎧甲 戰毛兵是想要先點嗎 點戰毛的話有未然嗎 戰毛兵身上去 沒有未來吧 走青茶 唉唷 漂亮了 Hot 走青茶的話就有未來了 可以透過操作 直接手撕 他的投車 工兵 騎士都行 好 工兵直接點掉了兩隻村民 走進來點 這裡蓋城堡 沒有辦法 擋得住 騎士的工兵直接衝進來射 Hot這波打到 Hot頭破水流 損失了武村 而且TC也順利拆掉了一個 總體來說 這波Hero是大賺的 大賺的 這邊聰明烈士就不會太虧 拆掉了一個TC之後 看到裡面有城堡 要轉城堡嗎 原來如果這邊不轉城堡的話 不是轉城堡 轉這個城鎮中心 如果不轉城鎮中心的話 經濟差距會越拉越大 Hot的雙TC開農速度很快 但是現在TC拆掉了一個 壓力就沒那麼小了 果然還是要補城堡中心 你不補城堡中心的話 你這個壓制打掉TC 然後自開TC開農 就沒意義了 所以 不要一直想著用單TC打到底 用單TC打到底 是很容易沒未來的 前期看起來 十拿九穩 我拆掉他TC 我超強 我超穩 事實上你有可能 還是落後的狀態 Hera也很深知 這個情況 所以 這邊TC趕快補 Hot這邊 被拆掉的TC 照理來說 也是要趕快去補一個TC 這個城鎮中心 但是 他的青茶 需要大量的黃金跟木頭 所以 這個木頭 先暫時要留給青茶 青茶 是要來到10隻左右 才可以稍微能擋 最穩定的狀態 還是要來到20隻左右的青茶 才會比較 足夠的明顯的影響力 所以整體來說 Hot這邊 要再繼續上去開農 是有點困難的 這裡頭池車被換掉一台 Hot這邊頭車打得不錯 Hot這邊把外圍的建築物全部砸光 讓你稍微有點卡人口 但是右邊又補了房子 防守路線走的還是不錯的 青茶出來 想要抓我的頭車 有這麼容易嗎 看起來蠻容易的 好青茶是讓現在來到了7隻 好 差不多快10隻 就可以出門 頭車拍一發 Hera這一波 沒有看到 直接被擺換 頭車右邊拍一下 哇 自拍到了一隻弓兵 Hot這一波 打得有點炸裂 剛剛這一波應該可以很舒服的 結果只拍到了一半 這也算是Hera走的很好吧 他剛剛那個是有刻意為之的 點滴板 並不是按右鍵攻擊弓兵而已 這所謂的踢地板 可以用投石車按下踢 然後點一下地板 就知道在說什麼 如果有動完是地國人 好那這邊 小心 吹 炸了 沒了 射掉 倒地 好 Hot這邊二級伐木 七十五 對戰五十九 兩個馬就 還是單馬就 單馬就而已 好 停下輪軸 Hera這邊是三TC Kaino 好現在清查優勢出來了 移動速度快 而且散彈馬功有點麻煩 也是要轉戰毛病了 不知道 Hot這邊趕快補TC OK 果然補到十隻左右 開始補下了城鎮中心 好流程來說沒什麼問題 Hot這邊反擊得很好 好 哎唷抓掉了兩村 再圍一下 再圍 再夾 再上去 再點 再射 OK搞定 打破 守著人 再抓掉 Hera這邊大虧 村民一直被抓掉 哇 抓了好幾村啊 至少死了八村有了吧 好那現在 庫曼的清查溢出來了 我們剛剛開始有講到 我認為清查最強大的時候 就是在城堡時代 就是這個timing點 這個傷害值喔 在這個時期來看 就會覺得特別痛啊 城堡時代的兵 其實血量都不是那麼的雄厚 儘管是騎士喔 也只有124的血量 不像城堡時代阿 或是帝王時代 140 180的血量 那個血量就差很多了 在這個時間點喔 清查的拉打 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喔 只是需要吃大量的手術喔 好 這邊想要圍 但是沒圍到 這裡再圍一次 直接撞起來 建築戰法 這裡關本獸來不及 可惜了 好 清查這邊再次出發 哈特直接來野外 高地蓋寶 把這裡的建築產能 全部控下來 待會這裡黃金可以繼續開挖 好 兩邊的聰明書目前還是Hera 暫時落後 庫曼人 聰明書領先的狀態 偷子車這個預判沒有成功 工兵成功點下了一隻清查 好 現在清查這一波騷擾之後 雙城堡開始在量產 那種頻道上有一陣子沒有看到清查 因為清查能出 出場的時間點喔 其實並不多喔 如果你帝王師 帝王師太才開始慢慢出清查 有時候就是會面臨轉型不及的問題喔 甚至這個節奏沒有辦法很好帶的問題 但哈特如果是在這個時候 就直接捨棄經濟 憋資源去點清查去換經濟的話 那這個清查就會顯得特別有料喔 可以看到Hera確實被清查射到有點難受 不管是在挖石頭村民或是挖伐木的 都是被抓掉了很多隻的村民 現在清查的影響力一直在延續下去 兩邊都點下帝王師太 Hera這邊帝王師太要來打戰毛兵了 好戰毛兵一打 那應該 來 就穩了 有戰毛稍微守一下 好 這一波 Hera的兵力並沒有再繼續暴增 而是先走了防守 結果這個戳迷 集結點怎麼一直射在這個墓區 然後一出來就不射爆 好 攻兵往前點掉了頭車 Hera這邊還用攻兵在秀操作 小村的攻兵怎麼見了 好 又抓了一隻村民 這裡總共抓了非常多村啊 好 97對78 目前還是Hert村民數領先 支援領先大約5000 好 攻兵來了 一打高 要小心 好這邊用戰狗模式 疊攻兵 但是疊攻兵 也要小心喔 其實疊攻兵是很害怕 遇到清查的 因為清查是散彈馬 關不關西 所以射歪的箭矢很容易打到這個疊起來的攻兵 這算是操作上的一個鬼之細節 鬼之細節 所以Hera這邊用疊攻兵的情況下要非常非常小心喔 不能想怎麼疊就怎麼疊 好 這邊地方是大家點一下的話 學三級色沒有點 沒有辦法點 那這邊強奴 要找機會點嗎 欸 你要繼續走攻兵嗎 我是覺得走戰狗兵 配漏馬 或者是配騎士 都是可以考慮的 走強奴路線 有點虧阿 有點虧 好 左邊這裡再補一個城堡 兩邊的巨型投資機 準備登場了 Hert這邊是點下的安息人戰術 準備要讓Hera安息人嗎 好 戰狗兵走過來 沒人要理這些戰狗有點空虛 偵查一下 好 那現在五個城鎮中心 繼續開農 Hert則是雙TC慢慢農 所以Hera的村民術 暫時有點 跟上囉 5TC開農 就是無情開農 哇 無情開農還不夠 還要6情開農 太6了吧 6個TC開農 是什麼 什麼情況 那個 Hera有點 太小看 Hert了嗎 6TC開農 但是現在Hera也會搶 也是因為他真的是農得快 就像以前的Miper一樣 不管怎麼樣 就是農 反手反擊 反手反擊 最大的優勢就是 防守成本 已經是低於進攻成本了 進攻成本其實很龐大的 不管是現實的戰場 或是古代的戰場 都要付出很大的進攻成本 雖然說 世紀帝國 多玩一點 經濟學 經濟學 這些戰爭學 多多少少 可以學一點 但不多 但不多 這裡點了三級的工兵鎧甲 但想想要把他退款 取消 直接走了 品種 看來 覺得戰毛兵 不給力 火炮點掉了巨頭 那目前Hera 有沒有 辦法可以先處理這些清茶 清茶想要過來全部吃光 這裡會硬吃 因為這邊有村民可以打 你看這個工兵直接被射穿了 散彈馬功 太麻煩 這邊還是精銳清茶 但是 該點都點了 OK 都點了 沒事沒事沒事 全滿的 傷害就是8點而已 所以地龍時代的清茶 38點就會有點顯得尷尬 如果待會Hera 轉出了重裝騎士 這個防護率就會更好一點 坦的能力會更好 那清茶8點傷害 有意味著 遇到191遊俠 或是一般的遊俠的話 都是龍打 都是一滴血 原來遊俠的最後防護率是7點 神奇茶茶大雜 帝龍時代的影響力 就會逐漸下降 但是這邊又抓到了一些村民 又賺了 又賺了 結果Hera 這邊是選擇了駱駝路線的 駱駝路線 駱駝路線打清茶 那就有趣了 清茶是射著穿的 但是也容易被駱駝砍穿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兩邊的操作了 那空曼蘭本身是有大槍兵的 而且他也是三級的步兵鎧甲 比一些打打 之類的 或者是 中家來說 這個滿級的槍兵是很好用的 所以 庫曼這邊 除了轉大草原跟蹤技術以外 轉這個大漏馬 如果要防對方有駱駝的話 槍兵也是可以趕快提升上去的 好 但是現在確實需要一點滿 要去處理一下工程器部分 還有這些戰毛兵 這是需要用漏馬才能解決掉的 所以哈爾特這邊先轉漏馬 OK 如果確認 對方 Haira是要一直抱 駱駝的話 那就可以 去開始幫他轉出槍兵 Haira這邊 金冠技術點下 一攻也點了 傷害值慢慢提升到最好 不要忘記者也點下了 現在這個漏馬 打戰毛兵就是無雙 但是左邊這根草原爆 已經放棄 果斷失修 好 Haira正面繼續進攻 這一坨青茶跟洛馬 還在騷擾 這裡只能用城鎮中心防守 手到頭破血流 有點擋不太住 擋不太住 洛馬還在溜 這個城鎮中心會自動射箭喔 因為馬力人點下了部落領袖 可以增加城鎮中心的箭矢數量 防守效果會變得更好 然後村民再進去 箭矢射的更多 哇 這個TC箭矢量是真的多啊 各種大爆射 一直在射箭 好煩好煩 這個防守效果 還蠻不錯的喔 部落領袖 好 這根城鎮炮 一直蓋不好 好 哈特家裡正面的門口 這裡擋得住嗎 擋不住 大洛馬這邊沒有槍斃可以守 可以守是後方的攻城器 一台頭車拿下 第一台巨頭也拿了 第二台應該是沒機會 所以他跑去追火炮 哇直接換掉了一台火炮 一台巨頭 還有一個頭石車 一個僧侶 這樣算不虧耶 其實不虧 好哈特知道自己被攻城有點難守 決定不管 我就是換我攻擊 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 不要跟你在這邊混 當然Hera也知道 這邊再繼續打下去 也會有點虧 所以要趕快把一堆駱駝 支援來到這裡 有一個雙線防守進攻 好駱駝直接被青茶射穿 防護力只有4點 哇射一下青茶 還有4點傷害值 好開車開車 好看這邊駱駝低打高 好高爪低 傷害有點高 前方的駱駝 哇靠 這個4刀1隻嗎 還是3刀1隻啊 好看不懂 青茶這邊有38隻 數量很多 駱駝直接被射穿 好繼續射 繼續射 這個拉打 哇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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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射駱駝就是舒服啊 好 駱駝直接被全部搞定 還有345隻青茶 繼續延續攻勢 左邊這個城堡 好只剩下一個 巨頭的關係 拆到現在 踩中拆掉 但是自家已經BBQ了 正面防守 這個問題已經不是那麼的大 問題是這一波衝進來 Hera要怎麼擋呢 這一坨戰毛兵 是她的唯一的命脈 好 在這邊一定要先守好 好 駱駝一直過來送 Hera其實壓力很大喔 看她一直在送兵的情況 就知道 有點抗不太過來了 左邊直接被大羅馬吃光 搞定了 Hot這一把 打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這樣 Hera現在重新補下三級的工兵鎧甲 剛剛還敢退款啊 遇到青茶 還退款 這樣不OK 不OK Hera這邊就算沒有黃金了 也可以轉出洛馬 去跟對方的洛馬不砍 傷害還是贏對手的 所以Hera現在還沒有放棄 那青茶到底用什麼打呢 我覺得最後還是用布工兵 強奴或是戰毛兵來打 那如果真的打不贏的話就只能用駱駱駝 FOR MY DOG 好看不懂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HART这边经济 来到了领先了12000左右的资源 那实料部分 移了大概8000左右 还是9000 9000左右 12000左右 那其他资源还算是小福领先 整体来说 HART这一波城堡时代打清查的出关战士 对于HART来说也是有点棘手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他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